记者洪素京台北报道 搞笑艺人大凯爸爸今年年中中风至今约莫半年 孝顺的他为了照顾爸爸搬回家义老家住 家中经济大凯一间康 目前是有工作时台北上录影 收入因此锐减 而父亲复原状况好转 但前阵子却发现爸爸讲话有问题 在去医院检查后确定罹患失与症 大凯爸爸感叹艺人 中风全家中风原本跟妈妈都有工作收入 但现在一家人也被迫改变生活 36岁的大凯因爸爸以外中风 家中经济重担落在他身上 他表示现在目前靠着租金还能维持爸爸医疗费以及家中支出 然而他特别感谢同为家义邦的沈玉琳 感谢沈玉琳传授演艺圈生存守则 拉拢人脉资源 下阶段将计划上网做乐谱下载 与教学开辟新事业 增加收入照料爸爸 大凯金也特地去看班正在录制TVBS上班 这档式的沈玉琳补送一把定制吉他给沈玉琳当五十大寿贺礼 同时谈论到今年才三成尾牙数量锐减 但他安慰自己表示自己会更加努力 大排感谢沈玉琳提席记者洪素金社